日前,中国狩猎商用磁伏2.0版列车在长沙磁伏快线启动提速测试。 中型设计者从中国商用磁伏1.0、2.0版列车研制单位、中车猪牛电力机车有限公司火锡, 已进入最后试验验证阶段的2.0版列车,相比1.0版不仅在技术上有新的革新和突破,试用范围也更广。 2018年6月,中国狩猎商用磁伏2.0版列车在中车猪机下线。 中车猪机中速磁伏总体设计师李孝岩介绍,相比于迄今以安全运营三年多的磁伏1.0版列车, 2.0版在研制之初就按照商用标准,制定了速度更快载客更多的设计目标。 如果是磁伏列车它的最高速度能提高到160公里的情况下,它的试用范围可以比现在的车辆要更广, 就是说我们刚刚说的可以适用于城市和卫星城之间的一个通勤。 李孝岩说,2.0版列车充分吸取了1.0版研制和运营的丰富经验, 设计时速达到160公里,采用三节编组,最大载客500人。 在保持现有轨道形式不变的基础上, 2.0版列车对车辆系统集成,牵引、悬浮、受流、轻量化、 制动等关键技术进行了创新,使车辆在实现设计目标的同时也更加环保。 现在我们的2.0磁浮列车已经送到了长长磁浮快线, 然后我们在长长磁浮快线的线路上进行提速调试。 在我们预计今年应该能完成整个车辆的一个调试工作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